咱们来讲一下这个钓鱼攻击啊 钓鱼攻击 甭管是这个 就是APT攻击啊 还是红蓝对抗呀 经常会出现这种邮件钓鱼 APT攻击指的是什么 一会给大家说一下啊 然后这个钓鱼攻击 咱们他有几种手法 咱们来说一下 网站钓鱼那个咱们就不多提了啊 然后看一下这个 ESC程序 ESC程序来钓鱼 来挂马 所谓钓鱼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给他发过去 比如说 你给他发过去一个 Office办公软件 这个文档 Office文档 或者是这个ESC程序 或者是一些链接地址 或者这个图片 等等 他都可以干什么 在里面挂马 挂了马以后啊 然后用户不小心点了之后啊 就可能中招了 那其中比如说 咱们的这个ESC程序挂马 关于钓鱼邮件 钓鱼邮件指的是什么 就是可以把这些挂了马的程序啊 都可以以邮件的形式来进行发送 关于邮件如何来发 我们后面明天讲到CS的时候 我带大家去发一下啊 先看一下我们怎么可以把一个正常的程序啊 给他先挂上马 来首先一个ESC程序挂马 ESC程序挂马啊 是这样的 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去网站上可能下载一些网上可能下载一些东西 是吧 下载一些工具之类的啊 比如说腾讯会议 腾讯会议啊 腾讯会议啊 点个大 当然了这是腾讯会议的正经八本的网站啊 你点击下载就把它下载下来了 它是个ESC 怎么了 诶 诶 谁在说啊 没事 没事 你看这个链接地址 你看链接地址 当我指向他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提示你个腾讯会议点ESC啊 这是人家腾讯会议的正经正规的网站啊 正经八本的网站 人家的官网 所以说在这下载下来的呢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木码程序之类的 但是有些地方是不是他会提示 就有些有些地方 他告诉你 我这也可以下载 对不对 诶 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 不是在罐网上找的那些下载的那些程序啊 都有可能被人挂码了 诶 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挂的啊 他这样的 打开我们的这个工具 温室兔斯 开机打开他啊 他可以将两个程序啊捆绑到一起 然后当用户双击打开这个ESC程序 双击打开安装的时候 他就提示了他就什么 他对两个程序一起执行了 两个程序一起执行了 这是为什么 就是咱们经常在一些莫名其妙的网站下载的一些工具啊 一些ESC程序啊 当我们安装完了之后啊 咱们这个电脑啊 你就会经常经常出现什么 谈一些广告之类的 就是因为他那ESC程序里面就捆绑了一些 这个广告母码程序 那广告母码程序随着这个程序的安装 在图片里边插上一句话母码之类的啊 把那个一会我们也演示一个吧 演示一个怎么把一个ESC程序包装成一个图片文件 别人以为是个图片双击打开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ESC程序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个图片文件 手有点慢 等他一下 后面咱们用到的这些工具 我在这里面都给大家放了 在这呢 就这些工具 用到的是咱们APT测试里面的一些工具 比如文件控制器 我们放在这了 还有这个工具后面要用的 也放在这了 这个都给打包发给大家 好 打开了 等一会 把这个文件给删掉 这是以前做实验的 得起点C 在VSTAR里面都有 双击打开大 打开TOOS 然后找到VSTAR 找到TOOS 这里面应该有一个 我看其他工具里面有没有 嗯 没在这 社会工程 也没在这 我放在哪里 搜一下啊 好 不锁这个了 重新锁一下再往 都是 像一个 一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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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他没有的话 我就直接把这个拿过来 就这个程序 刮了他吧 我直接copy过来一份 文件分报机 就这个东西啊 双击打开它 这个文件供网器能干什么事情啊 能将两个ESG程序捆绑到一起啊 然后比如说 我们随便找开 找到两个程序去啊 随便去找两个程序 比如说旁注C段里面 这个工具吧 还有哪个工具 还有这个工具 这两个工具好吧 随便来两个ESG程序啊 比如我放在桌面来了 然后我选择一下 再去找个图标 图标的话 之前我是不是找过一个图标来的 都让我们换补了 就是我们换补完了之后啊 换补完这个程序之后啊 给这个程序呢 就是因为是两个程序捆的捆到了一起 再给这个程序一个新的图标 这个图序程序就长什么样子 咱们就知道了 就生成出来了 我就这么找吧 这么找快点 搜索 新点ICU 好 停止一下 我就随便用一个 用这个图标吧 好吧 小蜜蜂的 来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比如先给他放到咱们的物理机上 先放在这来吧 Ctrl V 好 然后把它拿过来 再放在我们的温室上 Ctrl V 有图标放在这里了 然后紧接着选择文件进行两个ESC程序的文件捆码 先选择一下文件 然后桌面 然后桌面 所有的ESC程序 刚才有捆码是他是吧 啊 比如说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 呃 正常的一个QQ程序吧 比如说QQ程序啊 打开了 选中了 再去选中一个木码程序 比如说这是个 拿了 ESC ESC 知道了 比如说这是个木码程序啊 打开 我把这个木码程序捆到一个正常的QQESC程序上去啊 然后选择一个图标 图标比如小蜜蜂这个 点击打开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你看桌面上会出现一个文件啊 哎呦卡了卡了 先保存在桌面吧 保存 文件名字给一个啊 比如说111吧 保存一下啊 保存成功 中边上你看是不是出现了个11的ESC和这个图标厂的一模一样 看了吗 哎 然后他是这两个程序捆码到一起的 然后你看呢 我双击一下 你看会有什么变化啊 我双击打开的 比如这个程序你发给用户了 用户双击打开这个程序 看效果啊 电脑是不是有点卡 当然啊 你看这个程序是正常程序被打开了吧 另外一个程序是不是也被打开了 看了吗 哎 两个程序就全部全部被打开了 那么如果你 那么你就想了 如果这是个正常的一个可口程序 我给他捆绑一个 乱七八糟的别的程序 这个程序是不是也会自动被运行去了 对吧 这个程序如果你没有写这种 没有写这种桌面 没有写这种操作窗口 那么他就相当于在后台运行了 明白吗 就不弹出这个框口 他就运行起来了 这就是你为什么你的电脑中什么 中这个广告病毒的原因 广告木马的原因 好吗 哎就是你在 所以说将来咱们下载程序啊 一定要去官方官方去下载 不要在乱七八糟的渠道去下载一些 一些一些程序 那些程序八成就被人捆绑了一些木马 程序好吧 哎 你想他怎么可能给你白用是不是 多多事啊 他他都给你搞点事情啊 不要嫌疑他说的天花论对 我这什么木马都没有啊 我这最清洁的啊 我这是为了社会造福听得扯啊 所以说 会了吗 这个ESC程序挂吗 会了吗 就这样挂啊 然后还有什么快捷方式挂吗 快捷方式 有时候你在网上下载下来一个文件 那个文件是个快捷方式 有没有见过这样的 其实这个快捷方式 只不过是做成了快捷方式而已 那实际上它是个运行程序 就是所谓的 这个快捷方式挂吗 快捷方式挂吗 这个我在我也给大家这个 准备了一个工具啊 这工具就在这里面的 就这工具 就这工具 但这工具不要在物理机上用啊 因为在物理机上 用的话 他生成的那个快捷方式会直接被温室杀掉的 温期温室上边已经打了 这个 就是最新补丁的 他都会对这种 就是异常的快捷程序 快捷文件 快捷就是快捷方式文件 进行刷除的 好吧 那我们现在拿到咱们这个什么来呢 这个文实上 我这个文实上 哎呀我升级过一次 这个文集 这个文实它自动升级过一次啊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咱们试试啊 打开它 双击打开这个程序啊 没什么反应啊 再打开一件 好像还是没什么反应啊 我打开这个目录我把这个拿回来啊 这个压缩包拿回来 把它放在这里面了 然后把这个删掉啊 我再解压一下它 哦已经打开了 在哪儿了 他说我已经打开了 但是没有没有探出窗口来 没有探出操作窗口来 我找一下这个进程啊 看他们照照 这个CPU怎么用的这么高啊 已经启动了 已经打开了 已经打开了 就反应慢啊 我这个电脑现在有点卡 这个这个有虚拟机 没事 不用管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 可以给一个网址路径啊 当那双击打开这个快捷方式的时候 就可以请求这个路径 好吧 自动会请求这个路径啊 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面有些参数大家可以填啊 比如说你看在这填个网址啊 然后在这填一下这个生成的快捷方式的名称 然后这个什么呢 呃 招不内蒙招费用内蒙 这是 生成的文件名称啊 这个不用管的啊 这不用管的 就看上面两个就可以 上面两个就可以啊 然后这是他运行起来的一个进程名称啊 这个也不用管的 这都不重要啊 重要的就是这两个 上面给个UR路径 给个什么UR路径呢 给一个某个ese程序 你可以给他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呢 还可以写一个 实际啊 给他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是你自己黑客搭建的一个 这是某个黑客搭建的一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网站当中啊 他他都自己在后台服务器存着一些ese程序 木马程序啊 比如XX.ese 或者木马.ese 那么他既然是一个网站 他肯定有网址 对不对 不是3w.老白.com下面有个XX文件夹 XX下面有个木马.ese 我通过这个网址正常来讲的话 是可以访问到这个文件的 好吧 我就可以把这个网址呢 填到这里面来 填到这里面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随便写一个 比如说写个QQ点 QQ吧 随便写一个QQ吧 那么我点击build 他会生成一个QQ的一个快捷方式 叫做QQ的一个快捷方式 快捷方式 然后这个快捷方式啊 其实链接的就是这个程序 好吧 当别人双击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会自动请求这个程序 把这个程序拿下来到电脑上运行 啊 这相当于是不是远程被相当于你自己通过这个相当于这个主机自动触发了一个请求这个网址文件的一个动作 并且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在电脑上执行了一下 好吧 嗯 他这样一个过程啊 那这个路径网址我们没有准备 咱们就随便写一个就是3w.by 度.cm 下边有个XX. 也是一吧 随便写一个啊 然后生成的快捷方式名称随便写一个比如说R 然后 这两个东西可都可以不用写啊 直接build就可以了 build就生成啊 三不批又三不批又必须写啊 三三三三三三 好吧 写一下啊 然后就开始生成了 你为了隐藏的是更好一些啊 这个进程名称你可以伪造一个别的系统的进程名称 好吧 这我不管 这个就不动 我不我不动他了 让你看一下生成快捷方式的那个样子 你看是不是生成了快捷方式啊 哎 这个快捷方式的图标不对啊 图标的话 你看 图标的说这个地方 可以自己选去换一个图标 好吧 换一个图标 比如你要你要你要仿QQ的你肯定要换个Q图标对不对 这我就没有换啊 还这个地方 这不这个文件这个快捷方式就有了 别人双击打开这个快捷方式的时候 哎 是看刚才快捷方式闪了一下就没了 其实他干什么去了 他就是请求这个文件去了 明白吧 哎 把这个文件拿过来 哎 在这个 机机上运行啊 这就是这个快捷方式 挂马 啊 就这么玩 你看着好像是一个快捷方式 啊 但其实实际上它是个木马程序 好吗 行 呃 这是他啊 然后最新的温温10温10温7打的最新的补丁都已经把它修复了 所以这种方式已经不行了啊 老的方式啊 也算是一个 然后 然后 f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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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逛马 快捷方式 逛马 会了吧 啊 就是要一些一些成 一些这个什么 别人开放好的一些程序就能逛啊 然后还有什么flash 逛马 flash 逛马是干什么呢 是呃 就是之前呢 有些 动画 浏览机上的一些动画都是用flash这个插件做的 但是现在flash这个插件呢 他每年都爆好多的漏洞 很烦人 所以说现在目前的浏览器基本上都已经关闭了flash的功能 不再支持flash这个技术了 好吧 所以说flash干嘛这个咱们也就不演示它了 没有意义了啊 全都不支持的功能了 已经 然后 还有什么的扩展名伪造 扩展名伪造指的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把某个ESC程序啊 啊 给它伪造成一个别的类型的文件 比如说比伪造成一个图片文件啊 那这样的就有时候啊 你在网上下载了一个 乱七八糟名字的一个ESC程序 你肯定不愿意运行 对吧 有稍微有些安全意识的你可能就不运行它 但如果是下载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个点GPT级的文件 是个图片 你可能就放松警惕了 你双击打开看一下这个图片是什么 结果一打开 发现这东西就是个程序 啊 就自动运行的一个程序 怎么来玩 这叫扩展名伪造啊 就把你的 扩展名伪造成别的 扩展名 大家知道扩展名是什么意思是吧 这点后边这个就是扩展名啊 ESC表示可运行程序啊 点GPG图片啊 等等 来我们北到下啊 这有一个叫KillerKillerWatt 这样一个工具 我给大家准备好了在这 这样一个工具啊 把它拿过来 嗯 好处C一下吧 然后接着放到咱们的Win10上来 把这个关掉 放过来 好已经放过来了 在这呢 哎 双击打开档 打着他也有点慢 等他一会 好已经开了 在这呢 哎 他报这个错我没有关系啊 点击确定就就OK了 哎 我好 什么也给关掉了 包扫症他没事啊 完了 说明我这个Win10已经不行了 我这Win10用不了这工具了 我这Win10上一次自动更新了一次啊 那我就别在这Win10上玩了 行吧 啊 我换一个地方啊 放这C 我给大家换到Win10203上面吧 这边开着一个 放这V 然后双击打开档 提出我啥来着 他说我要装Network是吧 Donet的Fremwork 是Donet开发的 啊 我还没有装 还运行不了 那这个呢 再试一下啊 双击打开档 双击打开档 打开档 哎呦 还用不了了我天 上上他吧 这工具还用不了了 我在物理机上试试啊 物理机上算了别在物理机上了 不要在物理机上尝试这些工具啊 因为他好多都有木码 好吧兄弟们 不要在物理机尝试了 那我这个现在 尝试不了啊 他就让我安装这个Donet 那这样吧 就看一下吧 了解一下他就行了 好吗 不再演示这个实力了啊 其实就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可以干什么事情啊 你们可以拿你们的试试啊 把机上把机上装了Donet了是不是 看看这个 这个把机2003 看上上上面装没装Donet 应该是装了Donet 为什么装了 因为当时温度 4208是不是需要安装Donet 我记得 是吧 我这个把机上应该是已经装了 咱们看一看啊 那么多分 是一句话 什么的 就把机长做了 这个是一句话 这就是等于 我打算了 我打算了 an 就算了 你打算了 我打算了 我打算了 你打算了 我打算了 你打算了 我打算了 我打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考虑上 C 扩住V C 扩住V 好有了 双击打开的 这个看着没什么问题 好 这个点击继续就行了 还可以打开了 可以打开 这有一个 Build server 点个的 有个ESC图 改这个吧 然后紧接着咱们去找一个程序 比如说拿个什么程序过来 我去找一个程序吧 比如这里面有一个 木马点ESC 还有这样一个 FTP server 拿这个吧 比如随便找一个木马程序过来啊 比如这就是个木马程序吧 我给他包装一下 就是把他的扩展名改一下 改成一个图片 让别人误以为它是个图片文件 行吧 然后中边上多了它了 勾选一下它 选中了 然后生成的格式 你看 你可以生成各种格式的 MP4格式也行 比如我生成就GPG的吧 然后点击 好点击确定 你再来看这个文件 哎 还是还是点YESC的 他没有生成正功啊 来 我再看一下啊 我换我换一个程序吧 这个程序的事 嗯换这个 Ctrl V 我这个东西我先给他改个名字啊 比如改成二吧 随便改个名字 名字短一点 我再用next2 叫ESC2 把ESC改成什么 点确定 GPG 嗯 GPG GPG 再试一下 嗯 改了吧 哎 扩展名是个 他这个扩展名 搞的什么了 把这个给他删了 来 看着是个图片啊 当你双击打开他 你看 这个进程 这个程序是不是就运行了呀 对 所以说看上去是个图片 但实际上是个程序 实际上是个图 是个程序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 你看 当你去做这个木马程序的时候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图标 自己改成一个跟个图片 实际上的图标 对吧 对吧 当别人以下载以为是个图片的时候 当他一双击这个程序就运行了 当然了 这个程序现在啊 是有弹框的 如果你写自己写一套程序 没有弹框的 这个程序是不是就在后台运行了呀 在后台运行 用户还感知不到 就中麻 这就是所谓这个修改拓展名啊 修改扩展名 简单吧 就拿些工具一搞就有了 还有office挂码 office挂码这个就不再说了 简单跟大家提了一下了 然后紧接着是邮件三大协议 这个先不用提他了 我先停一下视频 停视频之前再说两句啊 就是你看我们伪造的这些程序了吗 咱们伪造这些程序 刚才用这种手段啊 甭管用什么手段啊 伪造的这些程序 这些程序都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你自己写的木码程序啊 都要进行一个木码免杀 木码免杀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些程序啊 你如果说它是个正常 它是个真的是一个木码程序的话 当你给它改成 即便是改了扩展名啊 或者是绑定到了另外一个正常的 ese程序当中去 那么你发到用户那儿 用户甭管是通过什么手段吧 下载下来 它只要下在电脑上 它电脑上如果开着杀动软件 现在最新的杀动软件 都可以直接把这程序给它杀掉 包括温室自带的这个什么 这个温室安全中心这个工具 都会直接把这个程序杀掉的 这些杀掉相当于没有意义了 你这个程序对不对 所以说要干什么 要进行免杀处理 而免杀这个东西是个大的课题 我是不是跟大家说过非常大的一个课题啊 对吧 那么这个免杀呢 我会再讲明天明天讲CS的时候简单跟大家提一下免杀的这个手段 然后等最后啊 你们投面试之前 我再给大家讲一讲 比如说PHP语言如何基于语言特性来进行一些木岸免杀 那个到后面再讲啊 现在阶段不讲 但是现在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啊 做红队做红队攻击的时候啊 你想通过钓鱼去攻击别人 比如说你弄这么一个图片文件 那么 别人下来的电脑上电脑上如果开着这种防护工具 防护软件会直接被杀掉的啊 他们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来免杀 让这些程序杀不到啊 行 先停下视频啊